萧警官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是你们 说话呀 他们三个 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要啥子吗 随便看看 哦 那你随便看看 早上你们要买的东西吗 没得 嗯 你去吃吗 哎 咱们是不是来啥子 同心没付钱 别怕 咱们再去 咱们再去 怪你 怪你 怪我啥子 你怎么可能去 咱们可能没发现哪个东西吗 我这个小弟那个是难东西哦 要是早小弟他们装了监控 老子就不开了 小弟哪 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是没吃饱吗 你看嘛 我们刚才问他们 也是这个标签 问啥子都不回他 哎呀 真是歧视人喽 大姐 不好意思啊 你看 他们偷了多少东西 您算一下价格 我一会儿把钱付给您 这三个孩子 我们带回学校 好好问一下 到时候我进入情况 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行吗 大姐 那您怎么看 我错了当过点时间 到时候没孩子损失的 快点道歉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也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也知道错了 声音大一点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来 学长 交给你们了 好 我�在病院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